1613年的春天 英国船长山姆阿加尔上位 绑架了刚刚生下女儿的保家康蒂 要求他父亲波阿坦酋长停战 释放被抓的英国俘虏 并且归还被夺走的武器 虽然网红赛纳卡酋长立刻下令停战 并且放回了俘虏 但是英国人并没有要释放保家康蒂的意思 而且保家康蒂的丈夫也在救他的过程中被杀死了 在英国人的记载中 他们为保家康蒂取了一个英文名字瑞贝卡 并且安排他住在牧师家 由牧师教导他英文和基督教信仰 保家康蒂也正式受洗成为了美洲原住民中的第一个基督教徒 但是在布阿坦部落流传下来的口述历史 却完全不是这一回事 保家康蒂的妹妹曾经获得去探视姐姐的机会 得知保家康蒂遭受到英国殖民者不止一人的侵犯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猩猩 我是猩猩 在迪士尼公主系列电影中 有两位根据真实人物改编 不算是公主却被归在了公主系列 一位呢是我们都很熟悉 读书痘背过木兰词的主角花木兰 另外一位则是美国原住民酋长的女儿保家康蒂 花木兰因为流传下来的资料太少 所以很难考证相关内容的真实性 不过迪士尼《风中奇缘》里面关于保家康蒂的故事 改编的幅度就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原版的故事呢根本不是一个童话 而是一个悲剧 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真实的保家康蒂 保家康蒂又被翻译为波卡红塔斯 虽然波卡红塔斯和pocahontas比较像 不过呢我们今天还是用大家比较熟悉的保家康蒂来述说 在正式进入故事前 我们要先稍微了解一下保家康蒂身处的时代背景 保家康蒂活跃的年代是17世纪初 这个时候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17世纪初的中国明朝已经苟延残喘满清即将入关 俄罗斯帝国进入了最后一个王朝 罗曼诺夫王朝 日本开启了江户幕府时代 而欧洲则开始殖民地大扩张时期 尤其是英国我们在女王伊丽莎白仪式里面有提过 1588年女王带领了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此事呢强化了英国在海上势力的信心 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伊丽莎白女王1603年去世后 英格兰王位传给了被他下令砍头的表外僧女 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 至此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为了联合王国 并继续向海外拓展殖民地 保家康蒂就是出生在这样背景下的北美大陆 现在的美国维吉尼亚州 维吉尼亚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 维吉尼亚Virginia就是以伊丽莎白贞结女王Virgin Queen的称号来命名 这也代表了英国在美洲第一块处女地的意思 关于保家康蒂的出生年份呢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根据英国在美洲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镇的总督约翰史密斯 在他书中提及的保家康蒂 在比照保家康蒂的生平 历史学家推断他大概是出生在1595年 我们今天呢也就以这个出生年份为基准 哦对了 这位殖民地长官约翰史密斯 就是在封中奇缘里面 被保家康蒂的父亲波瓦坦酋长夏立处死 然后被保家康蒂救了一命 两人还展开恋情的那位 不过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应该不太高 后面呢我会再详细的说明 保家康蒂的父亲瓦虹赛纳卡 是美洲原住民波瓦坦族的酋长 当时呢居住在维吉尼亚低洼地区 也就是原住民称为 增纳扣马卡 人口稠密的地方 这里呢一共有超过30个 同样使用波瓦坦语的小部落 这些小部落有各自的酋长 并且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部落联盟 保家康蒂的父亲瓦虹赛纳卡 就是这个联盟的最大酋长 在他管辖范围里面 大概居住了21000人到25000人左右 在波瓦坦族的习俗 大酋长的妻子呢 是由各个小部落挑选出来的 当他们怀孕后呢 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生活 酋长会负责供给 妻子们生活所需 生下孩子并且哺乳制断奶 再将小孩呢 送回去给酋长 与其他妻子们所生的兄弟姐妹 一起生活 而完成任务的妻子 就可以自由的再婚 保家康蒂呢 就是这样诞生的 但是关于他的母亲呢 几乎没有记载 历史学家推断 他可能死于了生产 保家康蒂出生时的名字 是阿莫努特 在北美原住民的习俗里面 会依据成长过程 所显现的人格特质 来取新的名字 所以每个人呢 可能会有好多个名字 后来他父亲又为他 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马托阿卡 意思是生于两条河流间的花 据说呢 这是因为他就是出生在马塔玻尼河和帕芒基河之间 而我们熟知的保家康蒂在波澳谈语里面 其实是小名 指顽皮有趣的人 而他的这个小名呢 是来自于他母亲的小名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保家康蒂遗传了他母亲开朗活泼的个性 也成为他酋长父亲最喜欢的一个女儿 1606年伦敦股份有限公司也被称作伦敦维吉尼亚公司 在英国正式成立 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女王伊丽莎白仪式的特许一样 伦敦维吉尼亚公司呢 也获得了当时国王詹姆斯一式翻发的皇家特许状 拥有在北美维吉尼亚贸易的特权 准备要到英国在美洲的第一块处女地维吉尼亚开墾 1607年4月第一批英国殖民者抵达 他们挑选了一处位于河边比较好防守的平地 作为殖民基地 并以国王的名字将殖民基地命名为詹姆斯镇 这就是英国人在北美大陆殖民的开始 我们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总督约翰史密斯 就是首批抵达维吉尼亚的其中一员 不过这个时候他还不是总督 约翰史密斯的经历非常的精彩 他曾经加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佣兵部队 攻打西班牙 也曾受雇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对抗厄图曼土耳其 在地中海从事过贸易 甚至还做过海盗 在欧洲北非各地都有丰富的冒险经验 是当时前往开墾新大陆的英国殖民者中 少数有经验的人 所以他也被任命为詹姆斯镇自治议会的议员 在外来者刚抵达时 居住在附近的原住民部落 有些很友善 会给他们送去一些食物 教他们狩猎 但有些部落则是时不时发动一些小规模的掠夺攻击 希望这些外来者可以知难而退 不过呢 詹姆斯镇的殖民者和保家康帝的父亲部落最大的酋长 却一直到这年的年底才正式遇上 1606年12月 约翰史密斯带着一小队人马 沿着齐克哈莫尼河寻找食物 遇上了正在打猎的原住民 这些原住民将外来者抓了起来 送到威洛沃克默科 也就是布阿坦族的部落中心 交给保家康帝的父亲布阿坦大酋长处置 而就是根据此事件 约翰史密斯说他被布阿坦大酋长下令处死 是酋长的女儿保家康帝在千军异法之际救了他一命 两人还发生了一段似有若无的浪漫史 不过呢 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应该是不太高 首先呢 约翰史密斯在1608年出版的传记中 说到了他被抓到部落的事 但此书呢 完全没有提到保家康帝 还写到他们受到酋长的热情款待 一直到8年后 1616年保家康帝抵达英国前 约翰史密斯写信给英国的安妮王后 介绍保家康帝时 他首次提到保家康帝在他要被处决时救了他一命 而且在约翰史密斯的其他著作里面 也有他在匈牙利被土耳其人俘虏 然后被一位年轻女子救出的类似情节 另外当俘虏事件发生时 约翰史密斯已经28岁了 即便保家康帝实际的出生年份不祥 但也不会大于12岁 良人是不太可能发生恋情的 在根据布阿坦族的传统 小孩是不被允许参加部落祭祀 或是重大的仪式 所以保家康帝甚至有可能根本不在现场 而且根据北美原住民的口述历史 一开始保家康帝的父亲布阿坦族大酋长 是相当欢迎英国人的到来 因为他想与英国结盟共同抵抗西班牙人 以及其他敌对的部落 瓦宏赛纳卡酋长还将约翰史密斯 封为了白人部落的酋长 还告诉他们在哪里能可以更容易取得食物 所以约翰史密斯被酋长下令处死一事 有可能是他为了刺激书的销量而杜撰的 又或者是他误会了原住民的欢迎方式 但是无论如何 在当时他应该是没有见到保家康帝的 在西方历史中记载 保家康帝经常造访詹姆斯镇并且送去食物 但根据部落的口述历史 这部分应该也不太正确 保家康帝居住的威洛沃克默克和詹姆斯镇 距离有12英里 而且中间还要用独木舟渡过一个很宽广的水域 以保家康帝当时的年纪实在是很有难度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为了展现友好 保家康帝可能曾经和族人们一同造访过詹姆斯镇 1608年约翰史密斯当上了詹姆斯镇的总督 在这年的年初 詹姆斯镇也迎来了第二批英国殖民者 虽然他们也带来了补给 但是不会耕作的英国人粮食短缺的问题始终很严重 尤其到了冬天几乎是要断粮 英国人就带了一些玻璃珠啊 小饰品等等要和波瓦坦族交换粮食 但是其实呢 在英国人抵达维吉尼亚的这年 当地正遭受7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波瓦坦族呢 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和英国人交易 交易不成约翰史密斯竟然下令用抢的 他们接连呢掠夺了几个小部落 这让对约翰史密斯展现友好的王赛纳卡酋长 非常的不满 两边的关系开始变差 而且当地的原住民在炎热的夏天 不管男人女人呢都习惯裸着上班身 小孩子甚至不穿衣服 但是女人小孩们竟然成为了英国殖民者侵犯的对象 詹姆斯政殖民政府也没有对这类的事件做出惩处 部落男性呢只好加强武装自行保护 双方几乎到了一个一触即发的境界 1609年保家康帝达到了部落成年年纪14岁 他开始像波瓦坦族的成年女性一样 在脸上身上刺青 而且呢因为他是大球长最心爱的女儿 在冬天呢他还可以穿上陆皮质的围裙以及皮斗篷 这在部落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而这年的10月约翰史密斯在一场火药爆炸意外中受了伤 回到了英国 1610年15岁的保家康帝与一位年轻的战士卡库结婚 关这位年轻战士的来历呢大概有两个说法 一个呢是保家康帝父亲波瓦坦酋长的护卫队之一 另外一个则是部落联盟里面其中一个小部落 波特沃马克酋长的弟弟 但是无论他的背景如何都表示身份尊贵的保家康帝 并没有因为政治联姻嫁给了某个部落的酋长 而是像大部分的波瓦坦族女性一样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 这年的5月新一批的殖民者抵达了詹姆斯镇 其中呢一位叫做约翰·卢尔夫的烟草商 带来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烟草种子 准备在新大陆大量种植 于是殖民地政府开始强力扩张领土 以各种威胁利诱甚至使用武力强占原住民的领地 终于在众多问题的积累下 波瓦坦族与英国人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后 1613年的春天英国船长山姆阿加尔上位 绑架了刚刚生下女儿的保家康帝 要求他父亲波瓦坦酋长停战 释放被抓的英国俘虏 并且归还被夺走的武器 虽然网红赛纳卡酋长立刻下令停战 并且放回了俘虏 但是英国人并没有要释放保家康帝的意思 而且保家康帝的丈夫也在救他的过程中被杀死了 在英国人的记载中 他们为保家康帝取了一个英文名字瑞贝卡 并且安排他住在牧师家 有牧师教导他英文和基督教信仰 保家康帝也正式受洗 成为了美洲原住民中的第一个基督教徒 但是在布瓦坦部落流传下来的口述历史 却完全不是这一回事 保家康帝的妹妹曾经获得去探视姐姐的机会 得知保家康帝遭受到英国殖民者不止一人的侵犯 1614年3月 布瓦坦人与殖民者在帕芒基河再度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据说保家康帝被允许与布瓦坦正式的首领对话 保家康帝告诉他 我更想与爱我的英国殖民者们生活在一起 但这很有可能是英国殖民者为了合理绑架行径而杜撰的 也有学者认为保家康帝是为了维持部落和英国之间的和平 更有学者认为保家康帝可能有了斯勒哥尔摩症候群 不久后保家康帝怀孕呢 就当然会坐实他被侵犯的传言 于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安排在这年的4月5日 让19岁的保家康帝嫁给29岁的烟草商人约翰·罗尔夫 也因为两人的联姻呢 让布瓦坦族与英国人之间取得了8年的停战 这段时期也被称作保家康帝的和平期 但是保家康帝呢 却再也没有回到他的部落 隔年1615年1月 保家康帝生下了儿子汤马斯·罗尔夫 但实际上并没有人知道汤马斯的身父究竟是谁 虽然伦敦维吉尼亚公司因为烟草生意开始赚钱 但是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投资者进一步扩大经营 不过当时的英国人觉得新大陆的原住民 都是没有灵魂的野蛮人 很可怕 投资意愿不太高 于是被以英国标准教化过信仰基督教会说英文的 瑞贝卡保家康帝 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最佳的真人示范品 1616年6月在伦敦维吉尼亚公司的安排下 保家康帝和丈夫约翰·罗尔夫 儿子汤马斯·罗尔夫 以及十多名的美洲原住民 抵达了英国普利茅斯港 伦敦维吉尼亚公司安排了瑞贝卡·罗尔夫夫人 参加各式上流聚会 宣传维吉尼亚公司在美洲成功执迷的成果 而身着英国贵族服侍的保家康帝 确实也让英国人对美洲原住民野蛮的印象大大的改观 在伦敦社交圈引发了不小的话题 连当时的国王詹姆斯仪式和安妮王后 都接见了保家康帝一行人 1617年3月完成了宣传任务的他们 终于搭上了返回维吉尼亚的运输船 但是船都还没有开出英国泰乌士河 保家康帝就因为重病忽然就事 根据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感染了急性病 天花肺炎或是肺结核等等 但是依据美洲原住民的口述历史 保家康帝在登船前身体没有任何的异状 在船上他与丈夫以及当初在维吉尼亚 绑架他的船长山姆阿加尔 一同用过晚餐后开始呕吐 不久后便逝世了 所以原住民更相信是英国人担心 此时英文已经不错的保家康帝会发现 他们在殖民地做的肮脏事 于是下手毒杀了他 而这年保家康帝才21岁 保家康帝被安葬在英国肯特郡 格雷夫森德的圣桥寺教堂 在他去世后 在北美维吉尼亚的原住民和英国殖民者时间 开始了几十年的对抗 一直到波瓦潭部落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土地 甚至差点被灭族 剩余的族人再也无力反抗 只能四处流亡 保家康帝的儿子汤马斯·罗尔 负责留在英国受教育 长大后他重回维吉尼亚 并继承了父亲的烟草种植园 被美化后的迪士尼电影 《风中奇缘》主角保家康帝的故事 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